而继续来关心的是有关于中日钓鱼台 还有扣船事件鱼波荡漾 最新的发展是呢 国际媒体报道说 中国大陆的官方将会批准 民间所发起的918的反日游行活动 那么五年前大陆反日的游行 当时这个失控的场面呢 会不会重演 既然也引发了高度的关注 随着现在呢 情势越来越紧张 日侨学校都已经全面戒备了 还有日本驻中国的大使馆 也呼吁大陆的日本民众 要在这几个这个时候呢 格外注意自身的安全 中日钓鱼台撞船事件发生至今 虽然遭扣押的游船汉14名船员被释放 但大陆船长已经被日方拘留达10天 后续效益持续延烧 就在北京日本大使馆抗议事件发生后没多久 天津接着发生日侨学校遭钢珠攻击事件 墙上还被喷油漆卸粉 现在大陆网友酝酿要在918事件79周年这一天 上街举办反日大游行 到日本大使馆抗议 外界媒体报道 北京公安将批准这场游行活动 尽管未获证实 但与近日大陆强硬的态度十分一致 关于当前的事态 这是日方挑起的严重的事态 日方必须承担全部的责任 事控的场面会不会重演各界关注 但这恐怕是温家宝访日破冰之旅后 中日关系再次激动的新地点 918反日游行山雨欲来 日本驻华使馆发布警示 呼吁在大陆的日本侨民外出时 要特别注意安全 这段期间最好谨言慎行 成群活动时也不要太高调 或有刺激性的行为出现 标语台事件迁起大陆反日浪潮 日方也宣布 中日领导人月底在联合国大会的会谈 确定取消 双方关系持续紧绷 一旦918游行登场 局势恐怕更为复杂 关系换射